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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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團那邊 決定用遊戲 來替補妳的命 原來 最珍貴的東西 指的就是我的舞蹈生命 Tourneto的新任 走進裡出場 如果你一直在躲一個人 因為你知道 你會為他大大不幸 能躲多遠就躲多遠 她是妳妹 她是我爸跟小生生的女兒 這還是我第一次聽妳提起 一個女人 在該用手段的時候 就該用手段 這樣才抓得住男人的心 以自由品牌為目標 在業界上找到立基點 我希望在座 能夠跟我一起為公司打拚 我覺得你就是我要的人 思維 你同意了 我當然不希望她離開 我只是來提醒你 你最好不要顧上你媽的後程 當個獨立所愛的小三 總不能只是要求你來愛我 她不是有點自信嗎 所以我希望 你可以留下來 就算選擇不愛你 我還是可以在你身邊默默的幫助你吧 我不走了 即使回到互不認識的那個時候 我們還是最契合對方的另一半吧 美麗 美麗 有多久 來得及我們很是愛情 讓我們相愛 看太陽沈默閃起 呼吸你呼吸 憧憬你憧憬 我只能愛你 我只能愛你 就算一無所有 讓我們相愛 讓我們相愛 永遠都不說 本來 當我的生命 有美麗的你 全是只因為 你一個回憶 擁有了意義 白天的時候你說 我會是公司需要的人 所以我想 或許我可以幫得上忙 而且 我想要看總經理會怎麼做 我想要看你會怎麼做 讓公司轉型成功 看我成功 你要加油 那我先走了 我剛剛謝謝你 剛剛謝謝你 你腳還可以嗎 可以 謝謝 不用逞強了 扶你走吧 今天怎麼這麼特別 幫我準備早餐 我就知道你一定最好到公司 而且還沒有吃早餐吧 我這是做未婚妻的 當然好好照顧你的身體 對了 我已經在學做早餐了 以後 你就可以吃到我愛的早餐 其實說真的 你真的沒有必要為我改變手 做你自己就好了 我一直在做我自己 對了 我媽想約你吃飯 順便討論一下婚妮的事情 你有時間嗎 婚妮的事 你做足就好了 只要你喜歡 我都沒意見 對了 我告訴你個好消息 海玲她願意留下來了 是喔 這件事應該好好謝謝你 我知道你跟你妹的關係不太好 但是那天 你還是不機會的幫我留她 也替公司留下了一個人才 沒有 我只是看你最近這麼忙 不想你為了小姐的煩惱嗎 我很貼心吧 很貼心 但是休息 我想要多了解一下 妳妹的事 妳願意告訴我嗎 可以不是說要是我妹嗎 我並不想要承認這份關係 我們從小都處不來 而且我不知道海玲為什麼 她會有說謊的習慣 說謊 都那麼久以前的事情了 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我們 已經好幾年沒有好好說過話了 我會給我自己一個機會 把以前不愉快的事情給忘掉 我 也該好好重新認識她了 你放心 我會試著把她當做一個朋友的 辛苦妳了 不會 這是學習東陸太太 應該要做的 妳快吃吧 來 好 謝謝 謝謝 姐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麻煩妳不要那樣稱呼我 我真的沒有想到妳這麼會使手段 不過自己說到離職 現在留下來什麼意思 原來妳就這麼缺乏肯定 需要別人為留妳 才肯留下來是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老實說 公司有妳這樣的員工 我真的很親切會擔心 通常團體裡面只要有這種人 都是不幸的開始 妳誤會我了 我留下來只是希望 可以為公司多進一分離 我真的太看得起妳自己了 我真的太看得起妳自己了 愛一個人 雖然難 也最簡單 妳怎麼了 是不是又在煩惱什麼 可別跟我說妳會想失職 沒有 我只是在想 因為我一個小小的行政助理 到底該怎麼做 才能發揮一點影響力 來幫助公司 許海玲同學 妳什麼時候變得 這麼認真上鏡 我一直都很認真好嗎 我知道 我認識的妳 總是在安全範圍裡面認真 我從來沒看過妳 這麼想突破自己 真的是這樣嗎 不過妳這個煩惱問我就對了 我有解決的方法 什麼方法 當然是加入包裝 包裝 能夠進入這個組合 都是各個部門的精英 只要跟他們合作 自然能提高我們的影響力 我跟妳說 以我們兩個人的實力 要加入這個組合 太容易了 說不定心事還會翻倍掌 這就是包裝那套 包裝有什麼不好嗎 妳說不好 但一個從外回來空降的 富裕黛公子哥 對公司的營運都沒了解多少 妳覺得這樣的人成立團隊 妳相信嗎 這種人通常都包著熊財大略 但想法都卻不切實際 都還不知道怎麼幫公司賺錢 就在想怎麼改革 不是 他不是這樣的人 只要他確定要做的事情 他一定會經過仔細嚴密的思考 好 凱琳 你好像很了解總經理 沒有 我只是 妳們看 那攝影機的新聞 為您插播一則最新消息 市府今早舉辦的攝影機 單車自由行活動 已因下車故障 施極讓單車發生追蹤意外 造成許多民眾受傷 我們主辦單位 對這一行意外 感到深深的歉疚 有關民眾的賠償事業 這個人 妳認識 一定不會吧 之前來跟我買車的王主任 八十輛沒有問題吧 八十輛 我是在市府做採購的 這個月底 我們要舉辦一場大型的單車活動 我是很想給妳業績 我就看妳們能不能配合 沒問題 我們一定配合王主任 好 我們已經清查出 這次活動 所有的單車 都是由頭內的公司代工生產的 這出事的原因及責任 還有這個煞車 沒有損壞 我們會再提起 請各位 怎麼會 我們公司的車怎麼會出問題 完了 這條新聞一出來 我們公司的股價肯定要慘跌 你是說真的嗎 那公司會承擔多少損失 這個真的難說 要看賠償金之外 還有後續的新聞延燒 王主任 這次的意外真的很抱歉 有關於煞車系統的部分 我想一定是有什麼誤會 我們公司的品管 一向都很嚴格的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不用再說了 我這邊已經查清楚了 問題 就出在頭內的公司 出了貨 我管他煞車有問題 還是哪裡有問題呢 反正 就是被你們搞到出事了 主辦單位良好的形象 也給你們毀了 以後不用再談合作 什麼 王主任 你先不要這麼說 我們公司一向以客戶至上為原則 除了事一定要讓我們知道原因 好像對錯誤做改進 客戶至上 如果你們這麼誠懇 想要和解的話 我做人 也不是不給你們機會的 那不然呢 這個晚上 就來這兒吃頓飯 怎麼好好的傷害 來看怎麼把這件事情 對你們公司的傷害 講得最多 王主任 既然你都這麼說了 那不如晚上就一起吃頓飯吧 由於情況緊急 所以我們公司的技術人員 法務還有總經理 都會一同到場 這麼多人來幹嘛 車子不是這輩小姐賣給我的 我跟她談就行了嗎 多點人來 才可以做更專業的技術評估 王主任 您不妨把幾輛有問題的單車 寄回我們公司 讓我們做更詳細的檢查 吃頓飯 就能解決的問題 你幹嘛搞得這麼複雜 你這個同事 腦袋不大靈光 你不是要聰明一點 就為了公司 給客戶一點回饋 很符合客戶至上的原則嗎 想和解 就展現一下你的情侶 請你放棄重點 陸總經理 你的員工都是什麼素質 不好心的 給他們一點知錯能感的機會 他們是把我的一片善意 拿來當垃圾彩 王主任 基層員工不懂事 您就多擔帶點不要計較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間公司 交出這麼不像話的員工 總經理 不是海玲的錯 是王主任先對我毛手毛腳 海玲看不過去 才把她推開 你看到沒有 做錯事不反省 對我動手 還把責任推到我身上 我告訴你們 我可以對你們剛剛說的那番話 提出防漢名譽的告訴 你們要是嫌啊 Tornado出產的劣質品 新聞不夠大 我會針對你們業務人員 品性不良的事 再開一場計程會 是誰品性不良 我也會告訴記者 你對人性騷擾 菲菲 你業務怎麼當的啊 客戶在訊話 你不要頂嘴 可是她 好了 你們兩個都先出去 這件事情我會解決 總經理 可是她 出去 好了好了 你們先出去 總經理說了會好好處理的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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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總經理 該說的我都說了 記者會 我也一定會開 如果要停止你們公司股價 不量下跌的窘況 或是解決你們現在的公關危機 就讓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海玲的 在記者會上公開對我道歉 至少還能夠證明 員工不像產品那麼差勁嗎 王主任 對於這件事情呢 我感到很抱歉 至於賠償的問題 我們絕對會負責 還有產品造勢的原因 也會調查清楚 但是我有件事情想要聲明 我們Tornado的員工 絕對都是有素質的 解決客訴的問題 也相當有誠意 只是不知道王主任 到底提出什麼樣的要求 讓我的員工無法配合 你是在懷疑我 正直的人怕被懷疑嗎 而且我沒有理由不相信自己的員工 沒想到你們是這樣辦事 好啊 很好 到時候記者會開完 我等著看你們公司 喝西北風 王主任慢走 總經理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我看 還是讓菲菲跟海玲走人算了 我剛剛說過了 我相信自己的員工 而且海玲不會無緣無故 對王主任動手 難道我沒有跟客戶翻臉嗎 王主任他剛剛長的也沒錯 再開一次記者會 我們的股價影響真的很大 員工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而且剛剛從菲菲跟海玲反應看來 性騷擾這件事情絕對有發生 只是我們現在沒有證據 就跟煞車系統問題是一樣的 亞莉 在開記者會之前 我要知道這事情所有的狀況 你去把事情調查清楚 是 怎麼樣 總經理是相信你們還是王主任的 我被氣到臉都快要抽筋了 他顧著讓那個豬頭說話 我還沒解釋完就把我們轟出來了 那總經理 有沒有把你們給廢了掉 我怎麼知道 你們兩個現在自己去找王主任 真的太危險了 其實你們只要跟我說一次 我就要陪你們去 對 人家急著想要把事情辦好 怎麼知道都搞砸了 菲菲 對不起 都怪我當時太衝動了 不干你的事 那個賢豬手摸我的時候 我真的很像一拳給他打下去 我氣的是 總經理知道我們菲菲裡 還不讓我們講話 總經理應該是 不想要讓場面太混亂了 海玲 你真的很愛替總經理說話 上班時間你們四個人坐在這邊幹嘛 像抽筋桌打麻將 總經理 王主任的事我都聽說了 請問總經理真的在乎員工的安全嗎 總經理真的在乎員工為公司的部分 你不互出嗎 你 對 總經理 你愛這個領域很重要 拜託大家一下好不好 你們的專業區哪裡 不都是做業務的嗎 組長我做了二十幾的業務 我什麼事情沒有見過 客戶對你心騷擾你就動手傷人 你這樣處理你是自找麻煩 海玲 你反省過沒有 是 是我太衝動 就是了嗎 人家現在要你公開道歉 我看你就視像一點 你在記者會上 跟王主任說聲對付企業 人家少損我們一點 我們公司行上就好一點了嗎 不必了 我知道你不是蓄意的 性騷擾這件事情 我相信你們兩個的說法 剛才你們兩個待在辦公室裡面 對整件事情也沒有任何的幫助 你們聽聽看 總經理有多麼的快我們大量 你們大家都要記得 下次遇到任何的問題 一定要多用一點智慧 能夠減少糾紛 就盡量避免 總經理 你說的沒有錯 可是有的客戶就是不長腦 用智慧也無法溝通 你就換一個方式 靈活變通 OK 現在公司好不容易步上新軌道 你們這些員工 來扯總經理後腿 公司的領域受損了 大以後怎麼做事 總經理 這一次的單車事件 是不是對公司造成很多的損失 如果求證是時候 確實是我們公司的錯 不管是在股價還有訂單 都會相對受到影響 怎麼樣 你有什麼看法嗎 我認為 現在公司正值關鍵期 總經理你又才剛上任 公司應該有很多事情 等著你要處理 相較之下 王主任開記者會的事情 應該交由我們其他員工 來解決就可以了 如果放低姿態 就能夠替公司審去一些麻煩 那 我願意道歉 我不准 我不允許有這種事情發生 員工被客戶欺負 當然要用公司出面解決 而不是你們自己低頭了事 但是現在公司已經不能承擔 任何負面報道了 我道歉 事情就解決一半 這才是唯一的辦法 那是消極的辦法 員工替公司賺錢 公司原本就有責任保護員工 我懂得什麼叫做大局為重 但是犧牲你們 不是我的作風 這不是犧牲 這是我唯一能為公司做的事情 沒有做做事就不需要道歉 不要道歉 幹嘛要道歉 又不是你的錯 為什麼低聲下氣 對 總經理不是都說了不用道歉了嗎 總經理要是解決不了 沒多久就會來拜託海玲了 要不然這件事傳回集團內 他壓力可就大了 再說 一句對不起 就能多少回公司的形象 多花算 何況 這還是有點自己提的 海玲 你為什麼又突然改變主意 你不是也很不屑王主任嗎 我只是覺得 這樣對公司比較好 對公司比較好 去弄髒我們的清白 海玲 你進公司也沒有多久 有必要這麼效忠嗎 你變得好奇怪 好像一直很在意 可不可以替公司做點事 而且對公司會不會影響 關鍵還是在假拉車有沒有出問題 這件事讓公司去理行就好 你道歉 沒有什麼意義吧 你們覺得這一次的意外 真的是出自於我們的車子嗎 公司的評管一直都很嚴格 公司的評管一直都很嚴格 我是覺得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也這麼覺得 你也是頭一次接到客宿吧 對啊 而且王主任 一直不給我們看有出問題的車子 好像在隱瞞什麼 算了 先不管這麼多了 我只是不想要這次的事情鬧大 一句道歉而已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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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欣偉 你還好嗎 我看到新聞了 每一台都在報 好 那個活動會不會對你公司的影響很大 你是不是要我幫忙 我認識一些媒體朋友 可以叫他們把那個新聞蓋過去 你也知道媒體 媒體有這些新聞點 就不會在意拖泥土出事了 又欣 妳先別緊張 事情的歸屬都還沒有查出來 如果是我們的責任 我覺得會負責到底 這件事情妳不用擔心 我會想出方法的 妳真的不需要我幫忙嗎 妳有這個心 我就很高興了 真的不用 謝謝妳 如果妳需要我幫忙 要跟我說 我知道 早點休息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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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你為什麼那麼喜歡騎腳踏車 因為腳踏車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你看 人類有這麼多的交通工具 汽車 機車 還有飛機 都需要燃料 沒有燃料就動不了 而腳踏車 永遠都不會背棄我們 只要我們用腳 一圈一圈地踩下去 我們自己就是燃料 來 用力踩 去享受這種 靠自己前進的感覺吧 要去夢想的地方 就該這樣 很辛苦 很努力 但也會很快樂喔 走 爸爸 快來追我啊 騎快點啦 小心點 騎慢一點 好 小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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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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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小心點 savior 小心點 我也是 好 總經理 這麼晚 妳在這裡幹嘛 沒有 我剛吃飽 所以來這邊散散步 散步 看妳的樣子 不太想來這裡散步的 好 算了 我剛好有一件事情 想要問妳 妳今天幹嘛這麼堅持 要道歉 因為這件事情 是由我引起的 我只是想要為公司 多盡一份力 我不是為了月嶺薪水 才留下來的 我也不是希望 妳用這樣的方式 替公司效力 才挽留妳 所以妳打算還要堅持多久 為什麼妳會覺得 這件事情很困難 其實我只要道個歉 就可以幫公司 審去很多麻煩 這樣不是很好嗎 但是錯不在妳 妳根本就沒必要這麼委屈 如果我道歉 還沒有辦法幫妳 我才真的覺得委屈 既然我已經說過 妳根本就不用道歉 那就代表我有能力 解決這件事情 妳要相信總經理 妳絕對會做到的 我絕對會做到的 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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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里放出来 以前 以前有一個人告訴我 你只要把心事全部都裝到船裡 點一掌燭光 隨水流放 心事就會全部都隨水流走 誰告訴你的 我前男友 他跟以前我的一樣 有一顆童真的心 但是我現在長大了 就不再做這麼單純的事 你也想重溫一下 你也想重溫一下 小聲的感覺嗎 妳有那麼多紙船 看來妳心情很不好 妳心情也不會比我好 到哪裡去 好想回到小時候 無憂無慮的少 我心情會有人 我心裡想想 她我心情很晚 我心情會超過 我臭小時候 這 Liav 我心情會 enfer透你 從妳的眼睛 直到妳的內心 一輩子 有多久 來得及我們很是愛情 心情好多 有我們相愛 跟太陽閃光一遍 你給我聽著 總經理 絕對不會讓自己的員工 輕易跟別人道歉 不屬於妳 當我的生命 有美麗的妳 歡迎光臨 又溪 謝謝瓜茶 幫你點好了 謝啦 妳還是沒變 這麼喜歡幫人家做決定 怎麼了 知道出來什麼事 找你說來一定要什麼事嗎 我跟希薇還有你 我們三個從美國回來之後 已經好久沒有好好聊一聊 句一句了 少來了 妳現在總經理的未婚妻 妳跟希薇三天兩頭聚在一起 至少有時間想到我 我看妳是想從我這邊 套出什麼吧 還是妳就在瞭解我 那我就只說了 希薇她最近好嗎 那空白的事情 處理得怎麼樣 這種事妳直接問希薇就好了 吵架了 沒有 只是希薇她工作上 不管遇到什麼嚴重的事情 她都不肯告訴我 所以叫我不要擔心 所以我知道我問妳了 是喔 反正 照理說 我們工廠生產的單車 是不會出現這樣重大的蔬吃的 這件事情希薇已經在調查了 對 還有妳妹妹的事 希薇說她一起想辦法 我妹 對 妳說海玲 奇怪 這個事情希薇沒告訴妳嗎 海玲她得罪了 Colorbit的活動負責人 她現在被逼著要道歉人錯 不過其實錯也不在她 也幸好她身為 同一斗的一員 希薇是會保護她到底的 保護她到底 什麼意思 海玲她真的很有心 她為了公司 她願意在記者會上面 公開道歉人錯 我想 希薇應該是覺得很不捨 她怎麼可能讓自己員工 受這樣的委屈 所以 妳是海玲 我是希薇 我會保護妳 對嗎 妳回來了 我正好要問妳 明天希薇到家裏來吃飯 我是煮酸菜白肉鍋給她吃呢 還是煎牛排好啊 她是喜歡中式還是西式啊 媽 明天的聚會 我約那個女人 跟海玲一起來好不好 為什麼 兩個外人 憑什麼坐我們家餐桌吃飯呢 再說了 我們家的喜事 也輪不到他們的參與 我可不想觸美頭 媽 就是因為我們忍氣 特殊他們這麼多年 我們就是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現在過得很好 看兩家的差距有多大 這樣不是很好嗎 妳真要這樣 就是他們曾經搶走爸 我們還是要讓他們知道 屬於我們的東西 是他們怎麼搶也搶不走的 媽 準備六人份的菜吧 總經理 總經理 姐妹報告回來了 結果怎麼樣 上面說 確實是我們產品材質器 出了問題 你有去現場看過世故車了吧 這些照片都求證過了嗎 其實在我去現場 親自做檢驗的時候 那比起出四個單車 已經被收到報廢場來銷毀了 報廢的速度這麼快 這些單車 對王主任來說 都是他有利的證據 是報廢的速度很奇怪 你知道報廢場的地址嗎 我知道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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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幹嗎 這些東西我們要回收的 找你講嘛 不好意思 哇塞 那車都變這樣了 我們怎麼看得出來 煞車有問題啊 欸 怎麼辦 季節才好又開始了 季節才真的很多 海鱗 紀錄哪位公司 做這麼大犧牲 就是 我們今天上海道了歉 knocked 之後出去會被人家 指指點點的 等我看算了嗎 對 好了 你們不要再勸我了 等一下 我负责 这算什么负责 你只是替我出气 去害你背黑锅 对啊 干嘛负责 该负责任的人是他 各位记者朋友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现在请Colorby的活动负责人 王主任发言 各位 首先 我认为要代表主办单位 对于这次Colorby活动的意外 表示歉意 意外车辆的进行报告已经出来了 确实是Tornado公司的 刹车系统的瑕疵 但这并不是今天记者会的重点 今天我要检讨的是 该公司处理后续事件的态度问题 面对客树 Tornado公司的职员态度两旦 毫无诚意 最夸张的是 居然还跑到我的办公室 动手将我推倒 今天那名员工 也到现场 就住在那 各位记者朋友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其实是他性骚扰 对 大家不要相信他 我们Tornado员工不会叫 小姐 你提出的信号 有证据吗 小姐 你是Tornado的员工 对于公司产品发生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请大家听我说 针对王主任的指控 动手的人确实是我 正在这件事情 我已经做了深刻的反省 所以今天 就是希望可以平息这件事情 所以在此 我要对王主任说 各位 我是Tornado的总经理 陆希伟 王主任 你刚才说我的员工 对你不礼貌 请问你有证据吗 这部分还没有证据 但是你的车辆有瑕疵 这是事实 各位记者麻烦请就座 这份报告 就是进去 各位 这些是由Tornado公司 代工生产的瑕疵车辆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 刹车皮质量 偷工减料 刹车线的内线 未经过评管已接近老化 这些的资料都可以显示 Tornado只是一间 为了节省成本 而不顾骑程安全的 黑心公司 请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由王主任所提供的 造势车辆的照片 亚烈 这张照片呢 是我们Tornado的公司零件照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 刹车技能部分上 亦有Tornado的商标 但是王主任刚刚所提供的照片 却没有Tornado的商标 这就表示呢 造势单车上面的零件 绝对不是Tornado生产制造 只是照片没拍棒 你可以到现场 去看看那批货就知道了 但是那批单车 已经被王主任给销毁 但是我有个疑问 那些单车都是关键的证据 王主任为什么要提早销毁 我只是按照正常程序去做 没什么好疑问 这点我可以作证 主任这批单车 通通运进过正常程序 何准作为 我这边还有很简单 那我想问 请问你们申请报废的地方 是在锡子的保桥报废厂吗 是 雅力 大家可以看我助理手上 拿的这个车架 这是昨天晚上 我们在报废厂找到的 刚好昨天 就是申请的报废日期 请你看一下 这是你们申请报废的单车吗 是啊 不过这是支架嘛 都已经变形成这样了 这上面没有你们公司的印记 应该很合理吧 各位 我们公司生产脚踏车的特色 车架就是一体成型 但是我们在报废厂找上的车架 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体成型 这也就代表 这次的造势单车 绝对不是我们公司所生产的 王主任 你们 你还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这 这只是 你解释不出来 我帮你解释 压力 你们 你们居然跟踪我 不好意思 王主任 忘了跟你解释 我平常休闲活动呢 就喜欢玩玩摄影 拍拍一些人或是环境 这些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不是就留得下来 而且 我今天早上也有去拍拍 各位 这个呢 才是我们Potato 为Hallofike活动 所生成的单车 但是 全部都被王主任给私藏 王主任呢 借由廉价的单车来进行活动 来赚取差价 是 杨力 如果没有例外的话 活动的单车 应该都藏在这个货位 如果大家想查清楚真相 可以马上请 至于性骚扰的指控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 一位中保私囊的官员 都敢对我们公司提出 不实的指控 那更何况 对两位交络的女职员 你觉得她 会提出什么样过分的要求呢 这些照片都是设计好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被侵害的 今天记者会 就到这边结束 记者会的确已经结束了 但是今天这件事情 我可以很确定的是 我们Potato 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好 王主任 我的员工 还需要跟你道歉吗 好 王主任 招聘一下 王主任 你招聘一下 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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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跟你说过 总经理 绝对会保护自己的员工 我不会让你道歉的 总经理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我以为你会放着我们员工不管 没想到你这么保护我们 我要为我的无解跟你道歉 你也不用跟我道歉 但是呢 你要再帮我开发一百个客户 一百个 一百个 一百个不限时间对吧 我就说嘛 总经理不会是那种 其他员工的老板 就连性骚扰的事情也是一样 我先离开了 看来我是不会他了 他不是只说不做的工资 总经理 你能不能看到王主任 看到照片的时候 他脸是什么样子 他整个吓傻了 总经理 我想应该是我的相机 总经理 总经理 有事吗 今天在那里谢谢你 不用谢我 还是 你也想帮我拉一百个客户 你现在心里有没有有少了一件不开心的事 谢谢你 今天是你保护了大家 죈慧 你怎么跑来了 我还接你回家 我妈说啊 很期待今天你來的聚會 菜都準備好了 還有你 你也一起來吧 你媽說她會來 所以你等一下跟我們一起去吧 好 好 這牛排今天真好吃 衛美 妳的手藝真好 希薇 味道怎麼樣 妳這次回來 我都沒有機會請妳吃飯 今天 這是我拿手好菜招待妳的 阿姨 妳今天牛排真好吃 真的 好吃就好 快吃 好 海玲 計程會是還好嗎 聽說妳本來為童牛的道歉 是希薇替妳解圍了 那我就放心了 因為我們婚室就快到了 任何風吹草動 都會讓我很擔心 別想太多 我們的婚禮一定會如戲舉行的 對嘛 場地找好沒有 什麼時候舉辦婚禮 我都當不及了 爸 爸 還沒那麼快啦 等你們婚事辦完 等到希薇替在事業上 也上了軌道以後 就剩下替海玲找個對象啊 這樣我們一家人就算圓滿了 海玲 妳有男朋友嗎 沒有 這樣 那我可以幫妳介紹 我在國外認識一些企業家 人也不錯 條件也很好 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以去國外住一陣子 去開開眼界 見見失眠 說不定也會定去國外的 謝謝 不過不用了 我不想離媽媽太遠 海玲說得也對 為了找個男朋友 跑到國外去 這樣為民太大費作章了 那你說該怎麼辦 不是為海玲著想 這簡單嘛 就在國內找嘛 希薇 妳看看妳身邊 有沒有什麼朋友 可以介紹給凱琳的 不一定是小開啊 只要人品好 職員啊 助理啊 都行 哎喲 妳就不要麻煩希薇啦 阿姨 一點都不麻煩 我剛好就想到妳了 妳想到誰啊 艾勒斯 雅麗 妳看 雅麗她現在單身 而且她的狀況也不錯 她可以試著跟海玲 交我看看 但 海玲她好像不是 雅麗的菜吧 沒有試過 怎麼會知道 我們剛好又可以當個月了 明天就是週末 要不能這樣好了 明天我們來辦個大伙伴 兩對一起約會了 還 還真有效力啊 等一下 我 我 明天跟我同事菲菲有緣 海玲 有什麼約會啊 難得你總經理 幫你一個大忙 若不是很重要的話 就把它推掉吧 對嘛 對嘛 還是你們年輕人有主意啊 這好 那明天啊 你們兩對就去好好去玩啊 有限了 多關照一下你們妹妹啊 嗯 好好急了 來來來 我們大家一起舉杯 祝福你們兩對呢 明天約會順利成功 來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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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完蛋齊 會滿足聖結束 哇塞 今天是 애什麼瘋啊 工作狂 harsh 假日不加班 選擇來一個外出郊遊 海妮 妳那一起來真的太好了 不然每次都是我一個人 看他們兩個在那邊善愛 真的是很孤單 喂 你真的很愛碎碎唸 我告訴你 你今天的工作 除了當司機之外 還要好好照顧海妮 要是海妮哪裡不高興 你回去就倒大了 啊 欸 過來 為什麼這麼嚴重 我們不過是出來玩嘛 還要求那麼多 亞妮 如果你們要好好發揮 你幽默感的話 我們找你算帳啊 我怎麼覺得你們今天 是不是有什麼陰謀啊 有嗎 海妮 我也不清楚 我已經好久沒這樣約會了 你絕我 carriage 希偉 妳還是打得這麼好 完全不可以沒退步 還用說 約欣 換您 好 怎麼打歪了 希薇 沒關係 我幫你去找找 你們兩個隨便等我們 走 受不了 這個做得也太明顯了吧 原來你也發現了 不好意思 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逼不得已 我的條件有這麼差 不是 只是 我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我剛才就注意到了 我已經知道了 希薇是妳的菜 對吧 沒有 絕對沒有 我只是看他們那樣很幸福 所以覺得很放心 那剛才妳說妳有喜歡的人 是誰 是我的前男友 我 大概五年前 我在一場芭蕾舞的珍水上遇到她 她大概是我這輩子 唯一會愛上的人 但是 她去了很遠很遠很遠的地方 妳大概這輩子都不可能 再跟她在一起 對 對 對 這故事聽起來 滿悲傷的 想不到 妳這麼死心 對 對 不過 妳剛才說那個芭蕾舞 真是選會 該不會就是那五年 才辦一次的選拔賽吧 那個什麼 國際芭蕾星星選拔的 那個會場旁邊 是不是有發生火災 你們在聊什麼會場 希薇 妳記不記得你們五年前 辦文工展的會場 旁邊有個芭蕾舞的真選會 有 怎麼突然提起這個 剛才海玲說 她也有參加那一次的選拔賽 所以海玲 我發生火災的時候 妳在附近 好巧喔 當年在場的人 現在全部都認識了 唉 唉 可是海玲應該不知道吧 那時候希維被困在火場的時候 就是又希把她救出來的 所以他們也算是因此結了一個緣 我說 如果當年 救妳的是妹妹 妳是姐姐的話 說不定妳現在談戀愛的對象是海 對不對 那也挺有趣的 來 亂說 別理雅力了 她就是喜歡亂開玩笑 對 我就是愛開玩笑 這個笑話好像妳是什麼好笑話 爛哏 我剛剛只是打個比方 就是因為沒有這個如果 所以妳跟希維才是命中注定的一對 對不對 好 不行 不好意思 我想先去一下洗手間 好啊 我就這裡給妳 怎麼了 沒事 我也去一下洗手間 好 你看妳 好 說八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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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事 特助她真的很愛開玩笑 不過 玩笑歸玩笑 我們之後都不要放在心上好嗎 那個時候我都看見了 是妳把昏迷的思維救出火場 現在妳都救出它了 為什麼會把它堆在那裡自己一個人走掉 只是憑水相逢那兩個人 而且當時總經理 旁邊已經有醫療人員照顧了 我實在沒有留下來的必要 我跟希維是大學同學 她出意外 妳當然我很擔心 所以我就跟她一起上了救命車 而且在那之後 也是我在照顧她的 我知道 雖然把總經理救出火場人是我 可是之後陪她去醫院 還有陪她度過所有難關的人 全都是妳 所以誰救出她 她實在是不重要 妳真的有沒有覺得 妳真的不用放在心上 還有這件事情 絕對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妳幹嘛要幫我 妳幹嘛要幫我 對我來說 只要總經理喜歡妳 妳們兩個人相愛 那就夠了 而且 而且 就算妳不承認 我們還是姐妹啊 海麗 謝謝 妳這麼說 我真的很高興 以前都是我太小心眼了 對妳不夠好 請妳不要放在心上 以後我們姐妹倆 一定要好好地和平相處 那妳先回去吧 我等一下過去找妳們 好 我沒有 妳自己也去生存 海麗麗 我沒有 病人 你是不是對宥希有什麼誤解 她一直對我很好 而且她還是我的救命運 妳救她她救妳 跟我沒有關係 葉雨比妳多活了幾十年 看人絕對比妳看得準 宥希不是妳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我 不害怕了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了 你的习惯 你的喜好 所有关于你的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决定再次爱上你 用我的方式